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我们妇科内分泌的门诊量有四五百人 那这些病人里面50%以上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多纳卵头综合症患者 为什么 因为大家比较集中 因为对这个病呢确实非常恐惧 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正确的诊断和规范的处理 当然这些都还是意识觉悟比较高的 而认识度比较好的人 他才走到这里进行规范的治疗 那还有很多人呢 来了之后呢 我们才发现 他来到这里是干什么 是看不孕症的 是因为他不孕了 他才来看 你回过头问他 那你这个月经怎么样 他说我两年就没来月经了 然后我们一看壁钞 子宫内膜就很厚 两个公分 那个针三一看呢 就是非常危险 我们就说 那你不看不孕 你就不来看病吗 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意识 那多拿卵头综合症 就是在不想要孩子的时候 第一 比如说我们近期的有什么危害 它引起它不排卵 或者吸发排卵 月经就不规律 月经不规律 有代表现的是吸发活着是必经 它这个长期必经 这个也许内膜很薄 也许内膜很厚 会导致内膜矮 再一个呢 他这个有的孩子 他出现长期内膜很厚 他要么不出血 要么出血就大出血 大出血甚至导致休克 那现在的我们的技术还是比较发达 在以前 因为这个大出血 止不了血 为了救命 切子宫也很常见呀 一个小孩还没有结婚呢 根本还没有孩子呢 那就子宫切了 你挽救了他的这个生命 但是他的生命可能只挽救了一半 那这个还有呢 就是月经的问题 所以他近期的困扰 月经的问题 出血的问题 出现休克的问题 会危机到生命的 子宫内膜矮的问题 这个是要进行处理的 那还有就是这孩子满脸的这个坐舱啊 反复的坐舱 从美观上来讲 从他不舒服的程度来讲 发炎 感染 有的出现脓包 他一讲 影响美观 影响皮肤 这也是应该治疗的 因为雄极座的膏会有这些负的作用 那还有孩子他这个脱发 脱发也严重影响他的心理啊 一个小女孩飘飘亮亮的头发眉了 或者是泻顶 这个时候也是应该进行规范的治疗的 你不管他 他就会出现代谢 越来越纹烂 除了月经不正常 还出现代谢的纹烂 血脂高 血糖高 我们医院很多次报危机值 血糖到十几个毫毛二每升 报都是我的多纳卵头综合征的病人呀 这么年轻的 所以呢 就他们不意识到 实际上呢 这个多纳卵头综合征 他可以引起这个 他胰岛素抵抗嘛 他血糖肺很高 引起糖尿病 这个他血脂 很多血脂高 三高 补好的脂蛋白都高 好的脂蛋白低 这样呢 他将来他冠性病的风险也是很高的 所以他冠性病 糖尿病的风险 子宫内膜的风险 这些都是应该进行规范的治疗才可以预防的 那再往后想要孩子的时候 那就是影响到生育了 所以说你不排卵 这个不排卵怎么怀孕呢 所以要进行这个规范的处理以后 再进行促排卵治疗 也不是说多纳卵头综合征的人 他一定怀不了孕 他也可以怀 因为他偶尔也会排卵 这个卵的质量一般不会太好 他的环境 因为他有熊肌素高 胰岛素高的这个不好的环境 很多人是很肥胖的 高血脂的环境 血糖高的环境 你不纠正的话 这时候怀孕呢 一个不容易怀 怀上容易流产 即使不流产 勉强的这个怀起来 生下来早产儿的发生率 孕期糖尿病的发生率 孕高症的发生率也是明显的增高的 所以说呢 这个多纳卵头综合症对女性的 她的近期的危害 远期的危害 以及她对于生育的危害呢 都是很大的 所以呢 必须呢 要重视 要规范的诊断和规范的治疗